请收看惠律法师佛学讲座 第六 并在德少为足处 这是指文法修行 文法修行 就是说 我今天念佛 可以了 我也没什么心理 精精文法 不用了 我念一句阿弥陀佛 果真念得纯手 我也很赞叹你 有的老太婆 念佛念佛 台湾有的老太婆 念佛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她是师父的徒弟 非常的虔诚 非常虔诚 果然如果你有老太婆这种功夫 我说奶奶放下 师父我都听你的 站着往生 站着 所以 如果你有这种功夫 但是如果你是年轻人 我就不鼓励你这样 不能听经文法修行 德少为主 人家一问三不知 对不对 那佛华难怪被人家批评 消极迷信 所以病在 德少为主 不能说 用自己的兴趣 我喜欢吃大贝重 经过了十年 烦恼也没断 经过了二十年 依然故我 一成不变 个性是个性 佛性是佛性 人家修行二十年在佛陀 当时五年就正阿罗汉果了 把个性转换成佛性 不是 他的个性超越佛性 佛性没看到 反而一天到晚都用个性 你问他 你不要这么执着嘛 大贝重也不妨害 听经文法了 我的个性就这样子 就尊重你嘛 所以有的众生教化不来 没办法的 病在德少为主 好